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龙母总相宜 说得真是没错啊 白老板也实在是难得有这样的闲情意志 这次出来走走 应该好好放松一下 就是啊 天天都憋在家里 闷得快闷死了 以后啊 咱们要常出来走走 对吧 记生 是啊 确实是应该多出来走走 你们俩不用老是陪着我 你们年轻人自然有年轻人去的地方 我在这里散散步走一走就好了 好啊 走 别 早点回去 别玩疯了 听到没有 别磨磨蹭蹭的 快走啊 白老板 走 都安排妥当了吗 是 老板 兄弟们 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定不能出差错 一定不能露出马脚 明白吗 明白 事情办完我就回去 等你的好消息 是 放心吧 老板 老板 打招呼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管的法族剑吗 快 离开这里 老大 老大 看来这次马俑真 只要找我拼命来了 好啊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老大 我看马俑真应该不会这么鲁莽 况且现在 以他振动帮的实力 要跟咱们五湖帮抗衡 那是一轮击石 够急了还跳墙呢 何况是马俑真 一凡呢 我怎么没看到一凡 弟兄们也一直在找他 没事的时候 整天在眼前晃来晃去的 现在出了事 连个人一都看不到 你许了什么愿啊 说出来就不准了 我想知道嘛 那我可说了 要是真的不准了 你可别怪我了 我 好了好了 别说别说了 我不想听了 没想听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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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